准备早安 今天圆圆要教大家自制旋转盘 如喜欢可订阅圆圆 准备的材料有 纸板 白胶 刺 红黑色麦克笔 笔两支 小刀 线 大小吸管 十元硬币 首先在纸板上画上半径9.5公分的圆 并裁切下来 可用线绑在笔尖处 如厨室 然后在圆的中心点 用大吸管描出小圆 并裁切成一个洞后 将吸管剪成纸板的厚度大小 沾上白胶黏在刚才裁好的洞中 圆盘就做好了 接下来来做支架跟箭头的部分 前支架画成三的形状 上宽2.4公分 下宽11公分 高20公分 箭头画一个长条形加三角形 长条形长10公分 宽3公分 三角形为5公分 正三角形 之后裁切下来 再来做后支架的部分 画一个梯形 上宽5公分 下宽10.5公分 高28.5公分 并裁切 另外再画两个十元硬币大小的圆形 并拆切下来 这样材料就准备完成了 接下来要来组装 将前后支架割出一个十字 可供小吸管 可供小吸管穿出 两面要一样高 量测出两个支架大概的距离 约5公分 将吸管裁出要的距离 将一边连在后支架里 并在另一面连上圆形封口 然后将箭头折成摸字形 记得折边要上胶 才会固定 固定后 黏在后支架的上方 然后将前支架一边 黏上裁好的圆形纸板 箭头上色 圆盘画上需要的格数后 再裁切一个底板 长19.5公分 宽11公分 中间裁出前后支架的长度 就可以将其他的组装上去了 这样旋转盘就做好了 大家可以来试做看看 如喜欢这支影片 可按赞鼓励我 期待下支影片